佩奇的乔治在外面野餐 我来倒些果汁给你 泰迪 你说什么呀 非常感谢你 佩奇 不用跟我客气 泰迪 你也来喝点果汁吧 恐龙先生 你想跟我说什么呢 不用跟我客气 恐龙先生 泰迪和恐龙先生想吃点饼干吗 我们还不是很饿 佩奇和乔治可以吃掉所有的饼干 谢谢你 泰迪 这奇怪的声音是什么呀 佩奇 乔治 快一点 快回到屋子里来 妈妈 刚才外面有很响的声音 那是雷声 佩奇 这就意味着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临了 快 在下雨之前回到屋子里去 不用这么紧张 这雨还要很久才会下下来呢 现在天色变得越来越暗了 一场风暴即将到来 佩奇 乔治 你们所有的玩具都拿回来了吧 恐龙 很好 恐龙先生安全了 泰迪 我忘了把泰迪带回来 它会被淋湿的 别担心 佩奇 爸爸这就去救泰迪 那你要快一点才行 马上就要下雨了 我还是非常了解暴风雨的 要很久之后才会下 如我所料 这么点时间就足够了 可怜的泰迪 他全身都湿透了 快点 乔治 该睡觉了 我们可不想错过牙仙子 上床睡觉之前 佩奇和乔治在刷牙 佩奇 你在干什么 我在刷牙 牙仙子拿走的时候会觉得它很干净 佩奇迫不及待地去睡觉了 佩奇把牙齿放在枕头下面 等着牙仙子 晚安 佩奇 乔治 晚安 妈妈 晚安 爸爸 晚安 我的小家伙们 乔治 我不打算睡觉了 今天晚上我们不能睡着 我们一起来等牙仙子 牙仙子来得也太晚了 嗯 牙仙子过了很久很久 还是没来 牙仙子到底在哪里啊 这是什么声音 是牙仙子吗 乔治 你听到什么了吗 哦 乔治 原来这声音是乔治的 他实在太累了 所以睡着了 看来要让乔治一晚上别睡觉有点困难 但我可以 我不能睡着 我必须要见到牙仙子 我绝对不能睡着 这时牙仙子来了 但是佩奇睡着了 你好啊 佩奇 你想用你的牙齿换这枚闪亮的金屁吗 真是一颗干净的牙齿 谢谢 你好爷爷 你好爷爷 你们好啊 佩奇和乔治 这是猪爷爷的蔬菜花园 里面的菜全都是他自己种的 哦 这是什么 这是恐龙 哦 这是头恐龙啊 我们快点摘一些蔬菜去做午餐吧 佩奇 你喜欢吃番茄吗 我很喜欢爷爷 乔治 那你喜欢吃番茄吗 讨厌 乔治他最讨厌吃番茄了 哦 好吧 那你们喜欢吃生菜吗 我很喜欢爷爷 讨厌 乔治他也不喜欢吃生菜 哦天哪 我的花园里一定有乔治喜欢吃的 你喜欢吃黄瓜吗 难吃 乔治不喜欢吃黄瓜 不喜欢吃生菜 也不喜欢吃番茄 那好吧乔治 告诉我你喜欢吃什么蔬菜 巧克力蛋糕 乔治你弄错了 巧克力蛋糕可不是蔬菜哦 如果我把蔬菜做成可口的色拉 那也许乔治就喜欢吃了 哦 你们摘了好多新鲜的番茄 生菜和黄瓜 得先把它们洗干净 佩奇和乔治 要帮忙把蔬菜洗干净 这样差不多可以了 猪奶奶把番茄 生菜还有黄瓜 做成了色拉 好了猪爷爷 去叫大家来吃饭吧 吃饭啦 佩奇做了个雪球 佩奇和乔治玩得非常开心 乔治 你快回来你这只小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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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人都不火了 对不起姜池 乔治 我们来玩堆雪人吧 佩奇和乔治开始堆雪人了 他们先堆了身体 乔治 这个就是雪人的身体了 现在他们在堆雪人的头 我们现在要帮她装胳膊 还有眼睛和嘴巴 乔治找了两根树枝来做雪人的胳膊 佩奇找了几块石头来做雪人的眼睛和嘴巴 这就是他的脸了 现在雪人还需要一个鼻子 佩奇找了根胡萝卜 用它来做雪人的鼻子 雪人看上去很开心 但是它可能稍微有点冷 看来雪人需要穿一件衣服 这样就不冷了 乔治找来了一些衣服 这样雪人就不冷了 他们邀请了所有的朋友 佩奇化妆成了一位仙女公主 乔治打扮成了一只恐龙 恐龙 佩奇的朋友们都来了 包括小羊苏西 小狗丹尼 小兔瑞贝卡和小马贝德罗 苏西打扮成了护士的样子 你好啊苏西 你好猪先生 很高兴这儿来了位护士 你刚从医院出来吗 我并不是一个真的护士 我只是扮成护士 非常好 哎呀瞧啊 这是谁呀 我是一个海盗 这下你害怕了吧 我是巫婆 我能把你变成青蛙 我是小丑 太好笑了 你扮的是什么 瑞贝卡 我是胡萝卜 扮得可真像 快进来 里面有仙女公主和恐龙在等你们呢 大家好啊 我是护士苏西 嘴巴张大 然后说 啊 哦 我是小丑 来表演一个吧 瑞贝卡 你为什么扮成胡萝卜 我喜欢胡萝卜 恐龙 有一只可怕的恐龙 佩奇在欣赏镜子里的自己 镜子镜子回答我 世上最漂亮的人是谁 当然是你了 佩奇 你好 真好吃呀 您还要来点什么 佩奇皇后 好的 再来点蛋糕吧 没问题 大家都来这里 来了 爸爸 爸爸 我是佩奇皇后 和我说话的时候 记得要鞠躬 哦 我感到非常地抱歉 皇后陛下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你的爸爸 嗯 这还有点意思 是的 非常非常有意思 这间房间是干什么的 这间就是恐龙屋了 你说恐龙屋吗 乔治 这就是那间恐龙屋 恐龙 那恐龙在哪里呢 它就在屋子的某处 我看不见它 我想它一定很小吧 事实上佩奇 它的个子很大 哇 哇 这些都是真恐龙的骨头 知道吗 恐龙 乔治想象自己是一只大恐龙 是一只真的恐龙 救命啊 救命啊 这间恐龙屋 是乔治最喜欢的房间 我最喜欢的是皇帝和皇后的那间房间 看来爸爸已经去他自己最喜欢的房间了 那是什么房间 妈妈 有很多蛋糕的房间 住爸爸最喜欢的房间 是博物馆的餐厅 水在哪里呢 妈妈用水管把泳池灌满了水 佩奇和乔治喜欢充气泳池 冰淇淋 冰淇淋 吃卖冰淇淋的兔小姐 冰淇淋 天很热的时候兔小姐会卖冰淇淋 妈妈 爸爸 乔治和我可以吃冰淇淋吗 好吧 今天的天气实在太热了 能给我也带一只回来吗 大家都爱冰淇淋 你好 朱妈妈 佩奇 乔治 你好 兔小姐 你们想要什么冰淇淋 我想要一个冰淇淋球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佩奇 谢谢 麻烦你 我和朱爸爸也各要一个冰淇淋球 那小帅哥乔治要什么冰淇淋啊 恐龙 你想要恐龙 别闹了 乔治 不管你问他什么 他的回答永远都是恐龙 是吗 那真是太巧了 我这里正好有买恐龙形状的雪糕 恐龙 乔治 快把雪糕吃完 不然要化了 恐龙 乔治太喜欢他的恐龙雪糕了 他都不舍得吃了 谢谢你 兔小姐 祝你们玩得愉快 乔治 雪糕化掉之前 要快点把它吃完 不然 它就会掉到地上 哦 糟糕 乔治的恐龙雪糕最后还是化了 掉在了地上 没关系的 乔治 你可以吃爸爸的冰淇淋 他是不会介意的 天气太好了 猪爸爸竟然睡着了 爸爸看上去好热 把水倒在爸爸身上 让他凉 我们把这些穿上 假装是爸爸和妈妈吧 这是爸爸的帽子 这件是爸爸的上衣 嘿 你好啊 爸爸 现在轮到我了 这条是妈妈的裙子 这顶是妈妈的帽子 猪爸爸 你的鞋子在哪里呀 我也需要穿一双鞋子才行呢 我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就像妈妈一样 佩奇找到了妈妈的化妆盒 先擦一点粉底 非常好看 现在再涂一点口红 好漂亮的猪妈妈呀 过来吧猪爸爸 现在该我们两个出场了 猪妈妈正在用电脑工作了 你好 佩奇 你好 乔治 不好意思 我没听清 佩奇 我在跟你打招呼 我已经不是佩奇了 我现在是猪妈妈 哦 是的 的确如此 你好啊 猪妈妈 你好 这一位是猪爸爸 乔治 没错 你也好啊 猪爸爸 真是不好意思 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 喂 你好 是这样的 做这个再做那个 不用了 谢谢你 再见 乔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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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睡着了吗 这是什么奇怪的声音 不知道我们该不该上楼去确认一下 佩奇 乔治 你们醒了吗 我从来没有这么快就睡着过 所以刚才那个声音 不是佩奇和乔治发出来的咯 现在我什么都没听见 我想他们应该是真的睡着了吧 那我们来看电视吧 园艺 今天我们来谈谈玫瑰花 哦 这是我最喜欢的园艺节目 这种玫瑰花的刺特别的多 修剪的时候 要先剪掉她的头 然后再摘掉她的花苞 奶奶 佩奇 乔治 你们两个不是应该睡着了吗 乔治和我一点都不觉得困 我们能和你们看电视吗 哇 我想你们看一会儿电视 可能就会觉得困了吧 冰岛玫瑰 对园艺爱好者来说 是非常稀有的品种 但是温暖的环境并不利于他们生长 哦 这节目实在是太无聊了 那么爸爸 我们可以帮你一起去找眼镜吗 好主意啊 佩奇 如果找到了 那爸爸就不会这么焦躁了 我并没有焦躁 佩奇和乔治开始帮爸爸找眼镜了 佩奇找了报纸底下 但是爸爸的眼镜不在这儿 哦 乔治找了电视机的上面 但是爸爸的眼镜也不在那儿 哦 我们到楼上爸爸妈妈的卧室里去看看吧 佩奇和乔治开始在爸爸妈妈的房间里找 乔治 你要小心一点 别把东西碰倒了 这一点都不好笑 佩奇找了枕头底下 但是爸爸的眼镜也不在那儿 乔治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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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太难找了 佩奇和乔治就是找不到爸爸的眼镜 哪儿都没有 我们全都找过了 但是哪里都找不到爸爸的眼镜 哦 糟了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看来我以后只能适应没眼睛的生活了 如果我走得慢点 我不会撞到东西的 你们快看 眼睛就在这里 第一步 要先挖一个小洞 我把它放在里面 然后用土埋上 需要我来帮你浇水吗 不要不要 我自己来浇 好 现在我们来等着它长大 佩奇和爷爷在等着种子发芽 怎么一点变化都没有 你必须要耐心的等待佩奇 它要过很长时间才能发芽 佩奇 乔治 时间到了回家吧 但是我们在等着我的草莓发芽 我还想用草莓来泡茶呢 你不要担心佩奇 下次你来的时候 这些种子就会长成一株草莓苗 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有草莓吃了 是的 来吧佩奇 爷爷再见了 再见了我的草莓 猪爷爷帮佩奇照顾她的草莓 过了一段时间 猪爷爷发现长出了一株小小的植物 这株草莓苗一天天地长大 然后有一天 猪爷爷发现了很特别的东西 是草莓 爷爷 我们来了 佩奇和乔治又来玩了 爷爷爷爷爷 我的草莓苗长大了吗 是的 你看 是草莓 谢谢你爷爷 爷爷 我们能不能种点别的呢 当然了 这次我们就让乔治来选择吧 没错 你来选吧 乔治 哦 天呐 我想小提琴的声音可不应该是这样的 乔治也想试试 你要像这样拿着 乔治 哦 乔治拉出来的声音也不对 想要拉好小提琴好像很难 佩奇 说不定你更适合去打鼓 谢谢爸爸 嗯 听上去好多了 看来佩奇很喜欢打鼓 哦 真不错 是的 听上去真的很不错 这是猪爸爸的旧手风琴 我和猪妈妈第一次见面时就是拉的手风琴 哦 猪爸爸 我记得这首曲子 豪Pass également 真不错 乔治也想拉手风琴 你确定吗 乔治 拉手风琴可没那么容易 乔治,想要拉好手风琴 这就和想要打好我的鼓一样有难度哦 好的,乔治 也许乔治还太小了,没法拉手风琴 爸爸,那个盒子里面还有其他什么乐器吗 只有号角了 我能试试吗 可以,但你得使劲地吹 这个声音好像不太对吧 这个太难了 我记得我以前好像吹过这个 这个声音也不太对 也许这个需要像我这样强壮的人来吹才行 这个声音还是不对 配奇假装自己是一只蝴蝶 我是一只蝴蝶 乔治也想要玩 乔治,我才是蝴蝶呢 你只能去假扮别的东西了 有了,你可以做一只蝴蝶 看看,我是一只蝴蝶 哦,糟糕 乔治不想要做一只蝴蝶 乔治不想要做一只蝴蝶 他也想要做蝴蝶 乔治,当我还是只小猪的时候 我就特别喜欢扮成一只只蝴蝶 做小虫其实很简单的 我来教你怎么做 首先,你要像这样趴下 趴在地上 然后,你要全身摆动起来 我是一只蝴蝶 乔治和猪爷爷假扮成小虫 玩得非常开心 我是一只蝴蝶 我是一只蝴蝶 看看,我是一只蝴蝶 是的,佩奇 你是一只美丽的蝴蝶 爷爷乔治,你们在干什么呀 我们是两条小虫 我也想搅拌成一条小虫 我是一条小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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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不好 我爱你 我是一条小虫 实在是太有意思了 你们现在还想假扮什么呢 没有机会再猜咯 佩奇喜欢秘密 妈妈 没有人猜得到我的盒子里面是什么 乔治拿的是什么 我也给乔治做了一个 他也放满了秘密的东西 只有他知道里面有什么 佩奇想知道乔治的盒子里放了什么 简单,肯定是乔治的玩具恐龙 不是 乔治的玩具恐龙不在乔治的盒子里 这也太难了 这也太难了 我永远都猜不到 佩奇不像之前那么喜欢秘密了 这样吧,如果你给乔治看一件东西 说不定他也会给你看的 好的 但是我们得同时进行 这个主意很不错 我数到三,你们同时打开盒子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一,二,三 乔治藏了只骨 佩奇藏了一只喇啦 哦,太棒了 是的,听上去真不错 你们还有什么秘密东西吗 乔治藏了一个甜甜圈 哦 但佩奇的盒子空了 我这里面什么都没有了 幸好我还有 来吧,快吃吧 乔治,佩奇,猪妈妈,猪爸爸 都喜欢吃淡奶甜甜圈 我没有特别的盒子 但我知道有个好地方 能放我的淡奶甜甜圈 猜猜是哪里 嗯,你打算把它藏在冰箱里 是不是啊 不是的 一个更特别的地方 我的肚子 太好吃了 我也要把我的藏在我的肚子里 我也是 哈哈哈 这个小家伙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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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也许佩奇 逗乔治逗得有点过分了 哈哈哈 佩奇 你是不是在逗乔治玩呢 不是的 妈妈 我在教他怎么接球呢 真的吗 哦 我有个游戏可以教乔治怎么玩 叫做小猪在中间 佩奇 你拿着球站在这个地方 而乔治呢 你站在那边 好的 你们把球互相扔向对方 而我来尝试接住球 我就是中间的小猪 妈妈是中间的那头小猪 接住了 乔治 哦 错过了 乔治他接住了球 好哎 做得好 乔治 现在你把球扔给佩奇 哦 再试一遍 哦 再试一遍吧 乔治没有办法把球扔给佩奇 来吧 乔治 快把球扔给我 哦 你犯规了 乔治 我也可以这么做 哦 佩奇想学乔治 但是他太大了 被卡住了 哦 我拿到球了 我拿到球了 佩奇 现在你来做中间的小猪 乔治 乔治 接住了 好哎 接到了 乔治 你来做中间的小猪 有我来接住球了 乔治 哦 糟糕 乔治的打嗝让他们没办法玩了 乔治 我知道怎样才能治好打嗝 你就照我说的去做 你在按摩肚子的同时挠你的头 很好 很好 你的打嗝治好了 佩奇治愈打嗝的办法看来不太管用 乔治 你的动作不对 我知道另一个办法能够治好打嗝 首先 你要上上下下跳三次 要单腿 然后 再上下摇晃你的手臂 还要把舌头伸出来 现在呢 把眼睛闭上 再快速地转圈圈 要做三次 佩奇的新办法还是不管用 乔治现在还在打嗝 我知道了 想要治好打嗝 那你就必须要受到惊吓才可以 乔治 我要来吓唬你了 但是你要记住 这只是一个游戏 是为了让你不再打嗝 一定要记住哦 我只不过是假装来吓唬你 佩奇 和乔治玩的时候不能这么粗暴啊 他还那么小 对不起妈妈 我只是想让乔治能够不再打嗝 我画老虎很在行 嘿嘿 我是老虎 我也是 老虎不会发出这个声音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老虎是一只大猫 而我就是只猫 看爹 你可以教我们怎么做一只老虎吗 好的 老虎走路走得非常非常慢 然后会跳起来 老虎喜欢把他们自己舔干净 但有的时候老虎高兴了 他们会这样 还这么好啊 哦 我的天呐 你们都变成老虎了 我还在教他们怎么做一只老虎 那接下来你们想做什么呢 恐龙 说得没错 我们要帮乔治找到恐龙气球 嘿嘿嘿嘿嘿 你们每一个都有气球 好棒 你好 羚羊夫人 请给我几个气球好吗 当然可以 我们这里有很多不同的气球 能不能给我一个大象气球 好的 给你配齐 我要一个袋鼠气球 我要一个狮子 我要一个猴子 一个鹦鹉 谢谢你 好的 这些我都有 还有最重要的是 我们还要给乔治一个恐龙气球 哦 天呐 真的很抱歉 我这里好像没有恐龙气球 哦 别担心 乔治 我有主意了 给我们两个长的气球好吗 好了 大家看好了 猪爸爸准备要怎么摆弄这些气球呢 好了 大家猜这是什么呢 这个是不是带 他真的很棒 佩奇为他的弟弟感到自豪 我们让乔治看看 大家是怎么画画的 乔治不是很会画画 那么也许你能帮帮他 是的 我很会画画 我会教乔治如何画小花 乔治 我今天要教你 怎样去画一朵小花 首先画一个大大的圆圈 乔治不对 颜色不对 接着呢 我们来画画吧 乔治 形状不对 最后我们来画叶子 完美 乔治 你全都画错了 你们画的怎么样了 您看 我画了一朵花 佩奇 你画的很棒 哦 天呐 乔治画了一只恐龙 哼 恐龙 好棒啊 乔治和佩奇的画都应该挂在墙上 好啊 佩奇 你的弟弟一定让你感到很自豪 对的 没错 放学了 家长们来接小朋友回家了 乔治下次还能来吗 当然了 他还能再为我们画其他可爱的画 乔治 乔治 你下次会再画些什么呢 恐龙 恐龙 再画另一张恐龙是吗 没错 乔治 没错 乔治 你不可以这样乱碰 佩奇 别按了 对不起妈妈 我只是想告诉乔治什么事不能做的 哦 糟糕 电脑好像出现了故障 猪爸爸 猪爸爸 发生什么事了 猪妈妈 猪爸爸 你能修理电脑吗 呃 我去做午餐 你来修理电脑吧 呃 好的 猪妈妈 但是我不是很擅长修电脑 哦 谢谢你了 猪爸爸 猪爸爸准备去修电脑了 呃 也许我应该先把电脑关了 然后再重新开机 猪爸爸把电脑修好了 好啊 爸爸 太好了 看来我是这方面的专家 爸爸 那我们现在能不能玩快乐小鸡的游戏呢 也许你们该问问妈妈 妈妈刚才说我们待会儿可以玩 那就可以了 但是我不知道游戏光盘在哪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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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在太好了 哦 哦 嗯 哦 现在开始起风了 现在起风了 风正可以飞了 风已经刮得很大了 现在风越来越大了 乔治 谢谢你爸爸 猪爸爸开始放风筝了 好耶 再高一点 猪爸爸放风筝的技术非常好 没错 放风筝我可以算专家了 你小心 那边有些树 小心别把风筝卡在上面了 别担心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哦 糟糕 猪爸爸的风筝卡在树枝上了 哦 糟糕 不用担心 乔治 爸爸会把风筝拿下来的 好耶 哦 是的 别担心 小心点 那有一个大泥坑 佩奇和乔治就喜欢在泥坑里玩 我们能跳到泥坑里吗 求你们了 不行 我可不想你们浑身都是泥 哦 往后站孩子们 一定要小心点猪爸爸 我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 哦 哦 好 一定要当心啊 呵呵呵呵呵…… 你还要再往前一点爸爸 呵呵呵…… wwww 不行 竹爸爸 你太重了 佩奇和乔治玩得很开心 佩奇找到了一个小泥坑 乔治找到了一个大泥坑 你看乔治 那里有个很大的泥坑 乔治想第一个跳到泥坑里去玩 等一下 乔治 我得先检查一下这里安不安全 很好 你可以放心地玩了 对不起 乔治 只是先你而已 佩奇和乔治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来吧 乔治 我们快点去给爸爸看看吧 哦 我的老天哪 爸爸爸爸 你猜猜我们刚才干了什么 让我猜一猜 你们刚才看电视了 不对 你猜错了 你们刚才洗澡了 不对不对 我知道了 你们刚才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没错没错 爸爸 我们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看看你们弄得多脏啊 好的 那佩奇来做侦探吧 乔治 我现在是侦探了 我会帮你找到恐龙先生的 也许 侦探小姐 你应该问乔治一些简单的问题 乔治 恐龙先生他在哪里呢 乔治不知道恐龙先生在哪里 侦探小姐也许该试着 猜猜恐龙先生流落到哪儿了 我知道 我知道他在哪里了 乔治总是在洗澡的时候 让恐龙先生陪着 所以恐龙先生是在浴缸里 恐龙先生不在浴缸里 哦 我知道了 我知道恐龙先生在哪里了 乔治总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让恐龙先生陪着 所以他一定就在床上 恐龙先生不在乔治的床上 也许我们应该去花园里找一找 是的 去花园 我正准备说要去花园找呢 恐龙先生在什么地方呢 看来恐龙先生真的很难找到啊 哪里都没有看到恐龙先生 恐龙先生 乔治 你最喜欢把恐龙先生扔到空中了 我想是不是你这一次 把恐龙先生扔得太高一点了呢 在那里 在那里在那里 是我先看见他的 干得好 佩奇 你真是一位出色的侦探小姐 恐龙 找回了恐龙先生 乔治开心得不得了 看来在树的附近和恐龙先生玩 真不是一个好住 我想当护士 我想当一位医生 那么谁可以来当病人呢 乔治 佩奇 佩奇和苏西喜欢扮演医生和护士 乔治也喜欢 佩奇听了听乔治的心脏 好了 乔治 深吸一口气 然后咳嗽 我觉得你的心跳有一点慢 我帮你贴块窗可贴 把嘴帐大一点 苏西给乔治量了体温 天哪 你的体温很高很高 我想你得在床上 躺上三年了 猪爸爸过来找乔治了 哦 糟糕 乔治他是怎么了 别担心爸爸 玩游戏而已 乔治是我们的病人 哦 我明白了 那我可以来探望病人吗 只能看一会儿哦 因为他可能会很累 吃饼干 是的 这是给乔治的 这是能治好他病的药 不好意思 医生 你能帮我吗 我肚子有点不舒服 好痒啊 我听到你的肚子在响呢 我想你是饿了爸爸 我需要吃很多的饼干 那样我会好一点 还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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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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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乔治 你和玻璃叔说话 乔治有点不好意思 你好哦 你好 佩奇和乔治真的非常喜欢和鹦鹉玻璃一起玩 我是佩奇 我是佩奇 乔治 你和他说话呀 佩奇和乔治在假装自己是鹦鹉 我是鹦鹉玻璃 佩奇在想 有什么可以和鹦鹉玻璃说的 我是一只吵人的鹦鹉 我是一只吵人的鹦鹉 佩奇 乔治 你们在和玻璃玩吗 是的奶奶 玻璃是一只可爱的小鹦鹉 是的奶奶 一只聪明的鹦鹉 一只吵人的鹦鹉 我是一只吵人的鹦鹉 我的天哪 佩奇 佩奇也没有藏在窗帘后面 乔治又听到了那个奇怪的声音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乔治终于找到佩奇藏在哪了 乔治找到我了 现在该轮到爸爸去藏了 我觉得该让乔治再来藏一次 但是爸爸 乔治好像不太会藏 我相信他这次一定会藏好的 闭上眼睛开始数数吧 一 二 哦 糟糕 这样乔治会很快被佩奇找到的 五 乔治 快到这儿来 八 九 十 藏好了吗 我来找你了 乔治这次没有藏在桌子底下 但是乔治每次都是藏在桌子底下的 你觉得他会不会藏在楼上呢 我知道他在哪儿了 乔治肯定藏在玩具栏里了 乔治没有藏到玩具栏里 他到底在哪儿呢 佩奇哪儿都找不到乔治 爸爸 我哪儿都找不到乔治 哦 这样啊 我想我知道他藏在哪儿了 你来看看 这报纸上好像有点关于乔治的消息 乔治 我找到你了 慢一点儿 是你先开始的猪爸爸 哦 应该破够了吧 爸爸 我真喜欢在海边玩 佩奇和乔治很喜欢海滩 大家都喜欢海滩 佩奇 乔治 你们想玩水桶和铲子吗 是的想玩 妈妈 爸爸 爸爸 我们可以把你埋在沙子里吗 呃 这个 求你了 爸爸 哦 好吧 太棒了 佩奇和乔治把猪爸爸埋在沙子里 慢慢来 好了 现在你跑不了了 爸爸 我的头有点热 帮我戴草帽吧 那样的话 你得说请才行 请帮我戴草帽吧 当然可以了 爸爸 roof over it heodo 这样就好了 嘶 也许我可以在这你小睡会儿 侠致 我们来搭沙滩城堡吧 佩奇和乔治开始搭沙滩城堡 首先把沙子装进桶里 就像这样 然后把水桶放个根 轻拍一下 把桶提起来 嘿 变出来吧 一座沙滩城堡 嘿 变出来 另一座沙滩城堡 佩奇 乔治 该回家了 千万别落下东西哦 我来检查一下 一方漏了什么 毛巾 海滩包 追养伞 还有沙滩球 全都在这儿了 我觉得 佩奇喜欢举办茶会 嘿嘿嘿 巧克力饼干都上哪儿去了爸爸 昨天我们还有好多呢 哦 对不起妈妈 一定是我昨天把它吃了 嘿嘿 淘气的爸爸 乔治把蜘蛛放在床上 喂 哎 乔治 你在干什么呢 你得帮我筹办茶会才行 哈拿着呀 啊 啊 啊kea 救命啊 敞 爸爸 我在niper �家里边有只蜘蛛 哦 别害怕 佩奇 想你了 爸爸 把他拿走 哈哈哈 Instra 你不用担心 affinity又rus 佩奇,蜘蛛都非常非常的小,它们不会伤害你 别担心,爸爸会把它拿出卧室 哦,它长得还挺大的 我下去叫妈妈上来,猪妈妈 你好啊,寿天先生 佩奇现在没那么怕了 她喜欢待在我的玩偶房子里 你们好,孩子们 听说你们长得一只小蜘蛛 我过来把它拿走,这样你们就能玩了 妈妈,我给它取了个名字,叫瘦腿先生 哦,瘦腿先生个子挺大的,是吧 佩奇和乔治喜欢蜘蛛 晚安 乔治把蜘蛛放在床上 不要啊,乔治,它还想喝茶呢 我猜它现在还不想睡觉 你觉得饿不饿呀,瘦腿先生 想要吃一点蛋糕吗 佩奇现在不再害怕蜘蛛了 佩奇,敲响铃铛 是的,船长 猪奶奶,你来掌舵 你来掌舵 是的,船长 全速前进 全速前进 我们要不要开慢一点啊,猪爷爷 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猪奶奶 我不想一下子把油都用完了 猪爷爷,我够喜欢开得很快的感觉 别担心,佩奇,我们一会儿再开快一点 瞧啊,那里还有艘船 原来是狗爷爷,他今天也带丹妮出来玩了 哦,你好啊,狗爷爷 哦,你好啊,猪爷爷 你好啊,丹妮 你好啊,佩奇 狗爷爷是猪爷爷最好的朋友 真是难以置信 你的船还能浮起来 狗爷爷,你的船都和你一样的年纪了 要知道我这艘老船 能轻而易举地超过你那艘绣筒的速度,猪爷爷 好吧,那我就来和你这个海狗比一场吧 准备好书吧 你这水珠 你们两个怎么表现的就像孩子一样呢 狗爷爷他刚才居然叫我水珠呢 爷爷,明明是你先叫他海狗的 你应该跟他说对不起 必须是他先说对不起,我再说 我说爷爷,你就跟猪爷爷说对不起吧 他是你最好的朋友 不要,他就是水珠 而且我的船也比他的船快 那好吧,海狗,我们就来比赛 看谁先到下一座桥 数到三就开始 一 二 我看到瓶子了 佩奇找到了第一个线索 瓶子里的纸条 大家快看,这里有一个瓶子 做得好,佩奇 来看看纸条上写了什么 哇哦,这个是海盗送来的纸条 妈妈,你能帮我读一下海盗写的纸条吗 嗯,这个海盗的字写的真难看 呃,我觉得海盗的字写的挺不错的 可是我一个字都看不懂 海盗写的很清楚啊,跟着箭头走 跟着箭头走 乔治找到了第二个线索 摆成箭头形状的木棍 看,指着这个方向 佩奇和乔治跟着箭头走 乔治你看,钥匙 佩奇找到了下一个线索,钥匙 干得好,佩奇 现在只要找到那个被锁住的宝藏 用钥匙打开它 但是找不到更多的线索了 也许你们应该再看一眼藏宝图 瞧,佩奇 这藏宝图上有两棵苹果树 这儿有棵苹果树 这儿也有棵苹果树 所以宝藏肯定就在这里了 我们来看看 糟糕,这里看上去不像有宝藏 等一下,这里好像有东西 哇,宝藏 太好了 做得好 做得好 我有钥匙,能打开宝藏 哇,我不敢相信 居然是金币 它们一定很值钱 这些其实不是金币 但是它们比金币还要好 它们是巧克力金币 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巧克力金币 好 哦,糟糕 乔治把海绵掉到泥坑里了 乔治,你看 你又把车子给弄脏了 让我来把你洗掉吧 佩奇别用那个 肮脏的泥水 哦,糟糕 车子被佩奇用泥水洒了个遍 糟糕 没关系 我们用花园的水管把它冲干净 没错,没错 我去那水管好了 佩奇拿着水管 咱们 猪爸爸打开了水龙头 怎么没有水呢 哦,佩奇,停下来 对不起妈妈 哦,猪爸爸,请你快点把水龙头关掉 哦,哈哈哈哈,不用太担心 哦,天呐,大家都被淋湿了 至少我们的车干净了 我们也都被洗干净了 你们去弄干衣服,我来擦擦车 那一会儿见了 一会儿见 猪爸爸把车擦得很干净,能映出他的脸 一张搞笑的脸 哦,更多搞笑的脸 是佩奇和乔治 还有猪妈 要抓住你太简单了 你那么小 这不公平 你在帮助,乔治 那是因为他还小 你需要我帮你吗 不,我不需要帮助 我和你一样是个大姑娘了 快来吧,佩奇 你来抓我们吧 抓不到我们,抓不到我们 抓不到,抓不到 这个游戏不好玩,我们可以玩别的游戏吗 好的,我知道一个大孩子们玩的有趣游戏 叫做狡猾的狐狸 狡猾的狐狸,我想要玩狡猾的狐狸 怎么玩呢 由一个人来做狡猾的狐狸 其他的人悄悄地走向他 我玩我玩,我要做狡猾的狐狸 佩奇做狡猾的狐狸 他转过去时,其他人慢慢地走向他 当佩奇转身时看见谁在动 那他就得回到原位重新开始 乔治,我看到你动了 你要回到原位 抓住你了,我赢了 我还没有准备好你就动了 规则说我随时都可以动 是不是,乔治 现在轮到克洛伊来做狡猾的狐狸了 佩奇和乔治必须保持不动 哇 佩奇,我看到你动了,回到原位 太不公平了,你看了太久了 规则说,我想看多久就看多久 回到原位 乔治赢了 我们可以玩别的游戏吗 可以,但必须是大人们玩的游戏 我知道,我们来玩我最喜欢的游戏 大人的游戏 乔治,佩奇最喜欢的游戏是什么 佩奇最喜欢的游戏就是在尼坑里跳来跳去 乔治,如果你想要跳尼坑 你必须得穿上靴子 妈,我们能一起帮忙做煎饼吗 拜托了 没问题,你们帮忙做面糊 首先,我在碗里倒些面粉 接着加一个蛋 现在加牛奶 然后我搅拌一下 妈妈能让我搅拌吗 当然可以了,佩奇 佩奇喜欢搅拌 乔治也想帮忙 哈哈哈,对,乔治,要像这样 哈哈哈,好了,已经可以了 我做煎饼的时候,你们呢,就坐在桌旁 猪妈妈要把煎饼翻过来了 太棒了 哈哈哈,你可以翻得更高点,猪妈妈 猪爸爸,等你自己做煎饼时,可以教我们 第一个煎饼是给乔治的 妈妈在乔治的煎饼上,倒了一些糖浆 真好吃 真好吃 这个煎饼是给佩奇的 好耶 嗯,你可以翻得更高点,猪妈妈 猪爸爸,等你自己做煎饼时,可以教我们 我也要糖浆 真好吃 真好吃 这个煎饼是猪妈妈自己的 嘿 哈哈哈哈 你的煎饼翻得还是不够高,猪妈妈 下一个煎饼就是你做了 这样你就可以教我们怎么做了 嗯,真是太好了 好的 佩奇和乔治在帮爸爸收集木柴用来生火 乔治,我来捡木柴,你帮我拿着它们 嘿嘿 哈哈哈,收集罐子太好玩了 嘿嘿 很好,这些木柴够了 这堆篝火堆得真不错 我来点着它 火柴在这儿 呵呵呵,我们不需要用火柴 爸爸,不用火柴的话要怎么生火呢 我要用一个老方法来生火 就是通过不断摩擦这两根棍子 爸爸不断地摩擦这两根棍子来点燃篝火 火在哪里啊,爸爸 就快有了 好耶 小菜一点 嘿嘿嘿 现在我们可以加热番茄汤了 啊,来听听大自然的声音 这是什么声音啊 这是蟋蟀发出的声音 这又是什么 是猫头鹰 快看,它在那儿呢 哇哦 这个声音又是谁发出来的 哦,我不确定 这是爸爸的肚子 这是爸爸的肚子 我肚子的声音是大自然最好听的声音之一 真意味着该开饭了 我喜欢蜂蟀汤 我也喜欢 哦,看来猪爸爸还有一个声音也属于大自然 嗯,怎么啦 哈哈哈哈 来吧孩子们,进帐篷去 该睡觉了 我们不可能都进去的 这个帐篷也太小了 不会有问题的 都进去吧 再进去一点儿,猪妈妈 爸爸,你太...